这是在台中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这台车是行经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结果被一台机车从侧边撞上 机车上坐的是一对情侣 那么南骑士是撞上了驾驶座的车窗玻璃 被碎裂的玻璃割断了颈动脉 当场大出血之后不幸死亡 而后方他的女朋友则是重伤昏迷 轿车行经台中的军服气路 路口没有红绿灯 突然遭到机车撞上 碰了一声玻璃四射 驾驶下的赶紧报案 机车是一对双载的男女 倒卧地上揪车紧急到场 后座女乘客已经陷入昏迷 南骑士则是大量出血赶紧做CPR抢救 颈部的地方应该不知道被什么切割到 然后有大概是公分事业上这样子 男骑士遭到什么割伤 看看肇事的白色轿车 侧面壮凹 驾驶座车窗玻璃碎裂 研判玻璃成了杀人戾气 骑士遭割断颈动脉 不幸伤众不治 这应该是脖子插到这个肤截 死者是21岁的张姓大学生 准备升大四 骑机车载着女朋友行经路口 竟撞上轿车 惨遭割离割伤颈动脉 悲剧 记者赖文良三姐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